解放军机又绕行台湾演训 继17日解放军空军运巴在内的三架电针机 由巴士海峡绕经台湾东部 在经由宫古水道北返原驻地后 18日运巴再度出动 并一度入侵韩国的防空识别区 还飞到日本海呛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 期间台湾、日本与韩国军派遣战机升空拦截 在台湾 国防部长冯士宽18日获悉后 立刻赶往恒山指挥所坐镇指挥 全程坚真与应处 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表示 类似升高军事态势等可能冲击区域安全的行为 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不是国际社会所乐见 淡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温明贤表示 解放军机密集绕台 是为了达到中共一武组台 一武促统的战略任务 就是希望能够切割台海的一个战场范围 那么成为未来解放军 如果对台动武的话 那么他能够屏蔽 拒止这个美丽的揭露 那么他能够单独去 孤立这个战场 让这个整个第一岛链的战场 为人民解放军所掌控 18日解放军机绕台 已是中共十九大后 第八度绕台 就在解放军空军官方微博 空军发布日前贴出多张 绕岛巡航的照片 要网友猜猜看是什么岛后 17日再度推出绕岛巡航震撼视频 表示有得听有得看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 两岸之间如果有任何的军事的升级 跟冲突的可能性的话 原因不在于台湾或美国 原因是在中共的一些一系列 一系列的这个不友善的军事动作 此外美国肯塔基大学军事与国防安全专家法力 在《国家利益》撰文 点出全球五个可能在明年爆发严重冲突的地区 其中朝鲜情势最为紧绷 第二个就是台湾 之后依序为乌克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方盟国以及波斯湾 文中也提到 中国大陆在亚太区的军事活动升级 威胁到的几乎是所有的邻近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第一个字幕